菲律宇僑界十三號 在馬尼拉華僑翼山烈士堂舉行公祭 紀念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投入抗日行動而犧牲的烈士 包括烈士遺族和僑界代表等近百人出席 緬懷前人壯烈事蹟 一世莊嚴肅目 當時許多愛國的菲律宇華僑青年 不惜身家性命 毅然活入抗日工作 許多人壯烈犧牲 他們的英靈長存 永為後世追死驚訝 抗日期間壯烈犧牲的 非華青年不計其數 華僑翼山紀念碑上 有150多人留名 還有37人被供奉在台灣中列祠 搶劫代表李逢吳回顧二戰期間的抗日歷史 提醒年輕人別忘了戰爭帶來的苦痛 好好珍惜和平 希望大家真實經歷和平的環境 不要忘記那些為和平正義 而犧牲的人人自私 希望大家不要忘記這個歷史 不要忘記戰爭所帶來的苦難 列士堂公寄儀式後 與會者也前往其他七座紀念碑獻花 追思前人之餘也傳承愛國情懷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